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叫做 管住人心欲望是一个人最深的自律 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有户人家想秀一栋高楼 工程过半才发现建材有缺 意识无法补齐 一位有力的产师刚好路过 壮见此事笑着说道 少盖一层材料不就够了吗 主人家想了想的确如此 一家不过几口 页免也不过树齿 又何必为了多盖一层楼而自寻烦恼呢 苏格拉底曾说 知足是天然的财富 欲望是人为的贫穷 很多时候 人生万千烦恼 不是所得太少 而是想要太多 人性中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 艺术家红浩曾以《我的东西》为主题 创作过一族摄影作品 他没买一件物品就拍照留念 然后把它们合成在一张照片里 起初看到照片里诠释自己想要的东西 红浩觉得赏心悦目 可当物品越来越多时 他开始感觉到一些不适 直到后来物品越来越多 逐渐占据整个画面 一种近乎窒息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他才顿悟 以前物质匮乏 快乐却不减少 如今快乐却只能从物质上找到 可没想到 为这个快乐付出的痛苦 却比以前更大 想通这点之后 红浩开始有意控制自己的消费欲 定期清理不需要的物件 整整三年 他努力精简自己的生活 每年只去两次商店 身边只留常用的东西 当他从物质生活中解脱出来 他才找到自己生活的节奏 有更多时间 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心理学家修麦凯 曾在《预念心理学》中 提到欲望幸福曲线 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 只要一点小小的期望被满足 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 可当欲望增加到一定程度 幸福感非但不会再提升 反而会迅速跌入谷底 人一旦陷入了难甜的欲望当中 就会不断地消耗自己 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 才能在物欲横流的世界 修得知足 守得清欢 管住欲望 才能看清方向 有位企业家分享过一个故事 某天 公司高薪聘请专车司机 经过多轮选拔 三位应聘者脱颖而出 最后一轮面试 老总亲自出题 有块金条落在悬崖边上 你们开车去捡 能保证距离悬崖多近而不坠落 第一位回答20公分 第二位自信满满 10公分就够了 第三位却摇摇头 我还是远远地躲开吧 此言一出 前两位应聘者都嘲笑他的胆想 可当面试结果公布时 只有他被录用 作为一名司机 最重要的职责 是保证乘客的安全 倘若在欲望的驱使下 铤而走险 无论技术多好 也总有失足跌落的一天 生活中诱惑丛生 我们时尚面临内心的考验与选择 不懂得克制欲望 很容易在诱惑面前迷失方向 最终影响失大 著名实业家里舒服 最开始从事的是实体行业 可眼见自己辛辛苦苦数年的坚营 还不如朋友在海南一月炒房的收入 他暗暖不住内心的欲望 关掉了自己的公司 也拿着几千万资金跟风炒房 结果没过多久 海南房地产崩盘 他非但没挣到钱 还亏共了所有积蓄 事后反思他才发现 是内心的贪欲 冲破了他的理智 此后三十年 他老老实实做回本行 不挣快钱 以不一个脚印 最终成就国内领先的汽车品牌 投资人王孝有一句话 每个人都想做大 但成功的人会控制做大的欲望 那些什么都想做 却什么都做不好的人 往往不是败给能力 而是败给和能力 不相匹配的欲望 忍着一生 所求有度 过则成灾 与其奔走于层出 不穷的诱惑之间 最终被自己的欲望反噬 不如减少不必要的物欲 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追求的人 作家毕书明写过这么一个故事 起初 一个人被要求写下实现想要的东西 他兴致盎然地照做 后来 当被要求把写下来的东西删去一半时 他不由筑起了眉头 等到最后 只允许留下一件物品时 他竟开始抽泣起来 故事的结尾 毕书明写道 舍弃是痛苦的 但这便是成熟的代价 当一个人阅历还不够 只会觉得眼前一切 都是自己想要的 直到看过了世界 才会明白人这一生 其实所需甚少 真正的幸福 不在所得多寡 而是经历繁华后的精神富足 作家格雷汉姆成名后 拼命买奢侈品 参加舞会 只为证明自己实现了人生逆袭 而当所有人开始羡慕他 过上富裕的生活时 如愿以偿的格雷汉姆 却发现 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 他住着600平方英尺的豪宅 只觉得拥挤不堪 面对满屋的名牌误解 更是感到空虚不已 直到一次旅行 他置身辽阔的田野和星空之间 才感到久违的自由与放松 那一刻他发现 自己除了帐篷 其实一无所有 这让他开始反思 平时的生活方式 争名逐力满足的 只是稍纵其事的虚荣 自己却在这个过程中越火越累 旅程归来后 他清理掉塞满家里的奢侈品 推掉一切消遣式的社交 一个人看书 听音乐 写作 享受独处的时光 屏蔽了欲望缺险的浮华喧嚣 格雷汉姆终于在生活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慰藉 他在演讲中说 现在人均居住面积 是五十年前的三倍 但用了安放幸福的空间 反而减少 这不是巧合 我们必须时尚检查行囊 看看里面装的 是未来的可能性 还仅仅是阻碍你 享受更多风景的累赘 生命本就是一个 去无存经的过程 精神与物质上的权衡取舍 才是一个人 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 人生下半场 最好的活法 是思想做加法 欲望做减法 不被反物的欲望所俘虏 不被浮华的生活所绑架 懂得节制 才能活得极致 索提纳克产师说 人生欲望 如树上杂枝 你无法完全消除 却需要定期修剪 往后岁月 愿你行有所指 欲有所致 在这纷繁熏向的城市中 活出简单与克制 享受舒缓与坦然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